準備 一起步的時候,前面快點的馬 見到近面位置有火龍驅仔在前面走 後面的馬見到技藝精站在第二位 溫茨斯特第三,大外擋拆過來 白鼻梁那隻有星光水晶 最後外擋位置爆爛,也是跟前紅衣、紅帽那一部分 總檔位置有董事會,內蘭放了一條粉紅帽 就是紅橙木,中間位置有智勇威龍 厚一點的馬勒美利堅大約在尾五位置 最後當時有網絡電郵引足接日浩先生 暫時電後就是致敬寶 剛剛第一次過了這個終點,向馬房灣進發的時候 前面火龍驅大,第二位就是星光水晶 內蘭第三就是技藝精站,最後第四位就是爆爛 內蘭位置還看到紅橙木,粉紅帽 外面的位置是636帽,溫茨斯特 然後中間黃衣還有智勇威龍 厚一點的馬勒美利堅在外面白衣那一匹 最後多少有董事會,尾四內蘭網絡電郵 中間就是印竹捷日 尾的位置看到好先生,包左落尾 仍然是致敬寶 過這個12米段柱,前面火龍驅好像操控著暴竹 接著第四位外擋有星光水晶 內蘭第三就是技藝精站,在外擋很早望空,就是溫茨斯特 中間的第五位有爆爛,內蘭還看到紅橙木 外面美利堅,毛絲二就是三位 後面的馬有智勇威龍和董事會 內蘭網絡電郵,尾三位置印竹捷日 尾二就是港隊代表好先生 暫時包左落尾的馬就是致敬寶 好,過了600米段柱,步速好像加快了 火龍驅好像放快了少少 折來了第一一個身位 奇藝精站不讓你走 在第二,星光水晶在第三內蘭位置 放上紅橙木 外面還看到溫茨斯特中間爆冷 外面打,衝鋒馬有未利基,入正直路 前面透出,見到尾片火龍驅 正在鬥奇藝精站,奇藝精站一比內就有了 中間的位置上來是紅橙木 在外方就是美利堅,入面的位置就是智勇威龍 鬥到最後200米,奇藝精站已經騎出來了 紅橙木向第二,外面上來就是美利堅 接近終點,奇藝精站可以贏出這場香港平 第二名就是紅橙木,第三名就是美利堅 第四名是網絡電郵 結果香港平的賽事就由四隻外隊馬都包辦了四連環 第一名就是這隻技藝精站 一路跟守著內蘭第三位入直路出頭 結果就贏得相當輕鬆 紅橙木也是放在裡面 跑回一個第二,美利堅第三,網絡電郵第四 好了,技藝精站這一匹 高多分馬房的馬 在這裡走掉了,入直路的時候 追他,紅橙木追不到 美利堅沿途走外踏,追不到 看我電郵,走入面就不是很多位 智勁寶也跑回第五 看到智勇威龍跑到第六 也叫做有獎金 好厲害,這隻技藝精站 對嗎 時間就是2分27秒69 就不算很特別 今天地比較慢一點 太套利 我們早五六年前香港最喜歡的騎士 其實你看一下 老闆那期的運氣是怎樣 人家真的這幾年的運氣 或者在級數上是不夠鬥 沒得說的了 紅橙木 果然真的 加拿大那場跑虧了 這場跑得更好 這場跑得更好 那就有個第二 給你堅的第一